黃道涵是專業院施育所的研究員 那個時候台灣在大概90年代剛推出科普書的時候 他是一個人類學家 然後對於翻譯書的熱情很大 所以台灣第一次真正嚴格意義在文化圈裡頭批評壞的翻譯 黃道涵是台灣文化界的開路行鋒 他批評這種台灣出版業老是會產生很糟糕的異本這件事情 有一次他忍不住就打電話來問我 很奇怪欸 出版業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他一直碰到那樣子的問題 編輯拿到的稿子很糟糕 然後因為他是人類學家 體質人類學家 是科學家 不是哪一種人文系的 所以很多科普書的編輯就會去找 然後說 欸老師你們能幫我們審一下 各位如果有審稿的經驗就知道 那個糟糕的異本 你連讀都讀不下去 你空有專業知識 然後編輯請你來審稿 然後你一看那樣子的稿子 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搖頭搭起 如果你真的要幫他審 要幫他修 要幫他改的話 你不是從你的專業知識改進 你是從改作文才改進 然後他忍不住就要問 奇怪欸 你這樣子的稿子 你不是應該退稿嗎 你不是應該不要用嗎 為什麼你要 還要發幫來找像我這樣子的 我的專長不是改作文啊 我的專長是體質人類學啊 是演化科學啊 是生物化學啊 是演化學啊 你要要求我的事情 跟這些事情 大部分沒關係 都是改作文 為什麼你們的工作程序裡頭 會這麼樣的奇怪 怎麼搞我的東西 你知道 他要從稿子 變成一本書 如果任何人 在做任何人 有曾經想過寫書 出書的念頭的話 你就會知道 我辛辛苦苦的寫的作品 要變成一本書 哇 你要突破多少難關 才有辦法 讓這些文字 能夠真的變成一本 運刷出來的東西 很難的 奇怪 那個 怎麼搞得那麼爛的東西 有機會說 噴噴噴噴噴 一下子冰出來 然後會被罵得臭頭 這個整個程序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身在這個行業裡頭 事實上 我自己也經歷過那樣子的痛苦 我就明白 這個 心理學上有一個術語 我忘了那個術語 它描述的事情就是 當你對某一個東西 已經投資了一個成本下去了 憑複效應 憑複效應 不太 不太 可能不太準確 就是 你已經先投資了一個東西下去了之後 如果這個東西 譬如說好 當你買一張電影票 不對 這個例子不對 反正就是 你在這裡投資的一個成本 對你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需求 如果它產生了某個損失 你會迫不及待的希望 這個損失不要發生 對人的心理來說 我已經投資的東西 我就非常厭惡 讓它變成損失 這個是為什麼 出版業的編輯 當我發包了一本書的翻譯稿出去 然後拿回來一個很糟糕的稿子 我的心理壓力是這樣子的 我要做廢它嗎 我要退回去嗎 第一個事情就是 那我前面做錯了 那我希望 我不要承認我前面做錯了 而且 一到我承認我前面做錯了 那這個怎麼辦 這個稿子 我已經付了成本 才有辦法拿到 雖然它很糟糕 可是我付錢了 我如果作廢它 等於我前面付的成本就泡糖了 所以 我們大部分的編輯 心理上面的需求就是 好吧 那我找人來解決它 可是壞的意稿這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我所看見的 所有的針對壞的意稿所做的 處理 改善 修飾 改良 那些最後的結果 都只是在技術上的 小調整 沒有辦法真正在體質上面 改變那個意稿真正的品質 它大概可以把一個稿子從 從三十分變成四十分 從四十分變成五十分 但是它就是沒有辦法 從五十分變成六十分 連及格這件事情都辦不到 當一編輯一次 兩次 從三十分變成四十分 再投資了一筆錢去修改 前面產生的一筆費用變成二十分 再投資一筆修改的錢變成四十分 每投資一筆錢去修改 它就樂發捨不得 哎呀 我已經越壓越多了 你還要再叫我再攀人悔悟 然後趕快 趕快懸崖勒馬 我越來越辦不到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不斷地找學者 這個學者不願意那個學者 就不斷地找學者 不斷地找外部編輯 外部審稿老師 然後最後就是 王道文終於會忍不住 來跟我抱怨 你們編輯不 你們出版社到底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這個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當稿子來了時候 大部分的編輯 所以事實上如果 你其實是可以在第一關就 先把後面的那個不斷的災難打住 你有一個工作叫做檢查 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 我們大部分的編輯 檢查的方法是 找一個外部編輯 找一個特約編輯 我們處理叫做外編 找一個外編來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他去把收到的稿子 它變成一個轉稿的機器 發給外編 外編接到一個稿子以後 他的工作就是改稿 叫做改稿 改稿改了一頁兩頁 一個page 兩個page 還不是chapter 一頁兩頁 然後他打電話跟發稿的編輯說 這個稿子品質很差 這時候編輯才知道 喔原來稿子很差 可是你因為第一時間你沒有退稿 然後第二時間 你就已經發包了一個外編了 所以你已經開始走上了 不斷累積你的工作成本的那一條路上面 你已經逼迫自己決定說 我前面做錯了這些事情 因為你已經做了兩個選擇 然後兩個選擇 你如果現在要推翻 等於你前面的兩個選擇 全部都犯錯 這樣子的心理壓低更大 所以在每一個階段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問題 要做檢查 去市場裡去買個西瓜 你都會檢查嘛 買個水果 你都會檢查一下 它有沒有爛掉 有沒有腐敗 有沒有太熟 有沒有 現在你等於是出版社的一個稿件的採購者 而採購來買來的稿件 你竟然不做檢查 你連買西瓜的家庭主婦都不如你 你還要做文化工作 而且改稿這件事情 改稿也是成本的 你不管是發到外部編輯去改稿 還是你自己在內部改稿 你自己內部改稿 也是你的人力成本 你老闆請你也要付薪水 改稿不是不花時間的 你每一次改稿 花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改稿很少說我兩天就改完了 常常都是多花一個月兩個月 但老闆就要多花一個月兩個月的薪水 你覺得說我改稿好像沒有 沒有額外支付 所以當你的老闆已經 不斷在支付你的人事管教費用 而你投入改稿的資源越多 剛剛那個惡性循環就越嚴重 就越捨不得 那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最後你會讓你的稿子 投入更大量的成本 在整個投資報酬率上面 我寧可最後作為一個編輯主管 我寧可你後面所有的那個花力氣所解決 為了要解決所投資的成本 你為什麼事實上光一個編輯 比現在基本的起現在三萬塊成上下 能夠獨立出業的編輯 多一個月這一本書 所要投入的成本就多三萬塊 一本書的翻譯費也了不起就十萬塊 你為什麼不這個十萬加三萬十三萬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異者 好 而且所有後面的煩惱 通通都不用再煩惱 好 這個是我為什麼 後來我們跟摘安寺官的那個說 保證不失敗 找到好的異者 推出好的異本 而且幫公司省錢 最重要的理由 好 你如果不在事前 就先找到好的異者 事後你要花的代價隱形的成本 遠遠超過 你寧可多花一點點 多花一層 多花兩層的翻譯費的成本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異者 好 事實上總成本來說 你的工作成本更少更便宜更划算 好 事實上 而異者會拿到更多的報酬 當然 那些人 百稿編輯可能 就會失去這個Case 但是 相信我所有的 接到那種改通古稿的人 不管是學者 專家外邊 沒有一個人 樂於接這樣這個Case 每一個人接到這種Case 我當分之到的人 當碰到那樣子的Case之後 超過一半以上的接稿編輯說 这种事情我没办法做 你另外找别人吧 虽然是一个可以让他改一个月的工作 好 我甚至会碰到很多编辑 遭遇了一次这样子的困难以后 他就觉得这些事情 真的是 因为他不晓得 有好的工作方法解决他的困难 他就是他老本公说 他说你就只能有这样子的翻译费 他就在这样子的翻译费下面 然后就会落入那样子的循环 就是找不到好的意志 翻译费又没办法提高 然后来的稿子又不供可靠 然后最后他就要必须要再去找修稿的编辑 然后所以翻译改稿修稿论稿 从先导师三审查 好像变成一个标准的工作程序了 事实上是一个因为前面犯了错 所以你背后不断的补救 补救 补救 又补救 最后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好像SOP 是一个愚蠢的SOP 你一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愚蠢的SOP了 以后你就会发现 哎呀我找不到出路 每一次每一本书 我都要花那么大的力气 然后老板一直不断的抱怨说 你这个稿子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啊 可是你一看那个稿子改回来还是不能看 到最后我会发现非常多的编辑 觉得这种编辑生涯真的不是人干的 然后一直问四分四分 当你改第一本书的稿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我改的密密麻麻 好像很了不起 等到第二本书还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已经厌烦了 到第三本书你就会觉得天啊 这是无间地狱 为什么永远都逃不出去 很多人说这个结构问题 因为台湾的出版社老板都很高 所以你只能给这种相交 你当然就只好能够请到后子 执行权的术语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对我来说 那个时候我在思考 世界年前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一个继承的编辑 我没有办法跟老板说 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给我一倍的翻译费 我就可以找到很高明的译者 但是我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陷入那个改稿地域里头 我的总成本我可以算得出来 这一本书很便宜的翻译费发出去 可是一次开稿要增加50%的工作成本 第二次开稿还要再增加30% 第三次开稿再请沈丁老师 这样子算起来 我事实上整个总付出 是我前面看起来好像很便宜的 翻译费的一倍 这个还没有考虑到整个工作流程 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会拉长两个月 三个月有的时候 甚至会拉长到半年 那我自己的工作的薪水 都还没有升进去 当我一思考这样子的问题之后 我就知道了 我为什么不把这整个程序 最后能够产出的那个结果 作为一个目标 A方法是这样子 用一百块钱最后能够产出 一个我勉强堪用的59分 外行人一般人看也看不出来 59分的结果 这件事情我要花100块钱 为什么不用70块钱 就直接可以产出65分 或者70分的东西出来呢 贵市场的翻译价格 那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你可以在翻译市场上面 找到非常棒的意见 愿意接受这样子的翻译报酬 而且它丢出来的东西 通常会到80分 所以你这样子只要付70块钱 就可以得到一个80分 和你前面花一百块钱 很长的时间 只能拿到一个59分的东西 你总算一些运算 就知道这整个程序 A方案和B方案 你应该要选择哪一个方案